记者为锦云桃园报告,桃园市某大学昨晚经传一起男大生跳楼轻声案,就读桃园市桂山区某大学资讯工程纪二年级的20岁黄姓男大生,昨晚已四英其中考表现不佳,从学校管理学院顶楼一跃而下,当厂商宠死亡。 警方表示,该男在晚上10点半被路过的大医学妹发现,倒卧在一楼地面经消防队通报,警方赶抵现场处理,在坠楼现场顶楼处发现黄南遗留的眼镜,蓝色扑眠后外套及手机,现场无发现打斗痕迹也没有留遗书,经调阅监视器确认黄南是独自一人走上顶楼。 与黄南同住校内宿舍两年的理性室友间同学向警方透露,两人相处融洽,昨天上午还有和黄南聊天,并没有发现什么异状,对于黄南亲生感到相当意外。 黄的父母接过消息,连夜从新竹北上,黄母向警方表示,男大生最近有传LINE和他说考试成绩不佳,校方说黄南在校成绩中等并没有很差,但最近的确有向老师透露觉得自己其中考表现不佳的情形。 调查后,警方排除黄南亲生原因是阴京前及感情因素,研判黄南可能因无法承受课业压力而跳楼寻短,经经检方向验后已自杀结案,父母无太大意义,不过前警人将进一步追查黄生亲生的原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